谈旧医之事 旧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一提到肺癌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 它离我们很远 其实不然 今天啊 老安就给大家讲讲 暗示肺部出现问题的三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 手指和手掌增厚 如果啊 手指的末端指节又明显的增宽增厚 看起来特别像呢 骨唇 除此之外啊 手掌的皮肤变厚 出现白色的皱纹 那么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不要呢 心酸侥幸 第二个征兆 大拇指肚 肝饼 大拇指呢 属于肺的反射区 如果您的肺非常的健康 那么大拇指呢 一般会特别的圆润而有弹性 如果出现了啊 指柱的干扁还有弹性差呢 可能提示啊 肺部的异常 最好去医院进行检查 第三个征兆 手啊 冰凉发紫 冬天呢 手脚冰凉 一般呢 是由于气血不足所引起的 但是有些人呢 还会出现啊 手指的发紫疼痛 关节僵硬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呢 这也可能是肺部异常所造成的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持肺部的健康呢 啊 以下的三件事情呀 务必要牢记 第一件 合理饮食 适当的运动 肺不好的人呢 身体呢 比较虚弱 热量和蛋白质的消耗比较多 可以选择啊 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 还有高维生素的半流制饮食 比如呢 牛奶 蛋类 米粥 还有蔬果等等 啊 而另外呢 还有绝对的禁烟和严禁酗酒 保持适量的活动 第二点 喝茶清肺 取啊 丁香叶 还有桂花呢 各五克 搭配做成啊 百结叶桂花茶包 每日呢 热水冲泡即可 润肺去燥 一举多得 第三点 补充维生素A和β胡萝卜素 研究显示呢 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孩子和老人呢 大约70%血清中的维生素A水平呢 低于正常值 动物的肝脏 蛋黄 乳制品中维生素A的含量呢 最为丰富 而呢 β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前提物质 多存在于呢 橙黄色的植物中 比如 胡萝卜 玉米 还有柿子等等 那么 老人和小孩呢 不妨多吃一些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啊 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